今年52岁,身体健康,人人夸,性格外向有多关,爱好文学,情绪 但是没有参加节目,现在我后悔当初没容器,谁得烂得了养业的青春时光,如今我终如可以登上桃花的舞台 请找梦中的辣子咖,为你不愿意付出真心 你看,高先生在桃花耽误了两年的青春 耽误了吧,早来早解决 七号 在大午市厨房有多少了? 有两间屋里没面 养金,住房,然后两个门面 对,对,对 你小孩有多大了? 不,未分,上无老,下无小 为什么你到现在未分呢? 年轻的时候非常调皮,就是对分音太大一点,不够了解的,不深刻,不全面,不成熟嘛,考虑的问题不周到 那你目前是干什么工作呢? 那你目前是干什么工作呢? 不太主要嘛,应该知音,这时候应该都喝点银耳汤啊 对,对,对,你说得很对 你今年就52了,还没结婚 对 谈过女朋友了吗? 没有 以前的时候非常调皮嘛,那个时候 人家给我介绍,不用漂亮的部分,我不要了,就是总想嫌漂亮的,就是自己没有,只把这个事情太太麻烦了,就是 要求太高,要求太高,不切实际 对,对,对,对 亲人关心过你吗? 关心过 而你就不听? 我就不听,对,对 那现在你后悔吗? 现在肯定后悔啊 那现在你的这种条件是什么,还是漂亮第一吗? 不一定,不一定,外面一般都可以了,亲个过来就可以了 8号 你说你没有结婚,那你是不是要找个另一半,还要有孩子呢? 顺习自软吧 就是不要也行 对,对 你希望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通行达底,就是为人正直,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遇到这个,他就有点霸道,那怎么办? 慢慢地跟他讲吧,慢慢地讲 那跟你女人讲道理,那你跟我说 他就跟背流弹起来 对 这东西,他也不懂,他反正也没弹过 那是个考验的 因为不是的,很多男士呢,其实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啊 就应该谦让一点女士 说实话,如果真正是大事 一般的女士会征求男士的意见,是不是? 但是如果生活的小事,你都不能牵上女士的话 两个人过得就没意思 你看看,你今天如果万一在现场没有找到这个合适女嘉宾 在这里上一下这个爱情课也是可以 对对对 9号 9号,你把你的情况介绍一下 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 就是说,盼个对方 但是我帮他带过来跟我一起生活 就是你是做美容师吗? 是在美容院工作吗? 是的,打工在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女孩 多大了? 一个十二岁 一个十七岁 大的也是姑娘的 是男孩 都是女孩 也这样怕她没结婚 也没生过孩子 她不知道两个姑娘 大的应该是姑娘还是儿子 对对对 即便没有成功 你也没白来 你首先你在这里 我们上的爱情第一课 就是跟女人讲道理 是讲不通的 好 然后你明白了 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如果一个女人 生了两个姑娘 一的大的也是姑娘 二的也是姑娘 没对的 至少你今天在舞台上 有这样的收获 好 继续 你高理发 对不对 高理发 你说他不是理发了 你又觉得他一招 美容师不是理发的 美容师 美容师 好 九号你告诉他 你是干嘛的 做面部的 做面部护理 就是做理 对对对 你看你把他搞得寒柳 高大哥你好 你好 我跟你讲啊 不管你年龄有多大 其实你就是 还是一个儿子吧 对对对对 我有一某事 跟你讲 这些嫂子们不好对付你 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 很老实 很呆萌的人 你知道吧 平时没有见过这么多阵仗 但是我觉得你身上 还是有很多的优秀的特质 对不对 长得还是比较英俊潇洒 身材是吧 气质还不错 你不要担心啊 刚才他们是聊你玩的 他汉子稀 哈哈哈哈哈哈 沾一下 沾一下来 沾一下 沾一下 对 他差点把他搞哭了吧 嘉宾 你看汉都进了眼睛 对 他也告诉我汉子稀 你那不值钱 人家好像童子汉 你说 其实你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这对于女家民来说 也是好处 就没有拖累啊 两个摩斯打鼓 就蛮多这些 但是一定要淡定 好吧 不慌 从容 今天这一课上完之后 初级班就在毕业了 这是高新潮先生 来到了第二轮选择 开始 好 在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 还有十一多桃花 你是吗 谢谢 谢谢 你知道为什么 到我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灭灯了吗 因为 你是有童子宫的人 四号为啥灭灯 我喜欢还是找一个 有事业型的 事业型的男人 事业型的男人 对 好 通过第二轮选择 了解一下高先生的感情经历 深入不深都随你 我的一生都可以陪伴你 我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 年轻的时候 我的婚姻生活非常向往 甚至很着急 我相信总是各种不满意 谈个好几个如有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 结果 我就此担掉下来 一个人孤独地 生出了52个烟筹 现在 我不乱以再浪费青春 我想要收自己的家庭 如果你严厉在55岁下 乱以容我结婚 那么请为我留灯 别的我给不了 我只能给我钱不了 高先生还是谈个几个女朋友 对吧 人家有孩子的 我也不想谈 他多了 我也不想要 介绍 介绍我没要 最近的一次 别跟你介绍是什么时候 是 初恋 训练 对 跟你介绍一个什么样的 有两个儿子 接下来你自己主动跟他们聊 你想跟谁聊一聊 跟五号 跟五号聊一聊 就是说高先生 你这次来桃花多朵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 你想想 你应该是有收获的 应该有收获的 刚才你上了爱情课 对不对 对 我们学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呢 第一个不是 不跟女人讲道理吗 第一个收获 是不跟女人讲道理 这是八号告诉她的 第二个收获是什么 两个姑娘 第一个姑娘 第二个肯定是姑娘 她在九号身上学到 如果一个女人 是了两个姑娘的话 大的一定是姑娘 二的也是姑娘 这是她的第二个收获 第三个收获是什么 做面包 做面 不是做面包 做那个面 面 做面 面 面 她表达不清楚 我知道她学到 她第三个收获 如果一个女人是美容师的话 美容师不是下面的 是做脸部护理的 脸部护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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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现场 这个男人是要困疑的 这就是她今天的收获 很有掌精 五号她54岁 她比你大两岁 如果你要找她的话 你会介意这个年龄吗 不介意 不介意 对 不介意 你就是还有想法 会要跟这个女嘉宾去生孩子吗 没有 无所谓 无所谓 对 无所谓 八号想跟你聊 请问一下 八号 我估计她想跟你上第二课 刚才她跟你上了第一课 好吧 这都被大红老师看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你好啊 觉得你这个人很呆萌 所以希望你来到桃花朵朵有所长进 因为你本身就没有实质性的跟谁有过那个 这个谈过朋友 是不是这个话 对 你啥都不知道 就像大红老师 你练过童子功的 所以呢 很多事情你也不懂 我们 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个就是 我们不是谈诗动的那种类型 我们都是很真心的为你好 希望你幸福的那种 是不是 您有什么要问我 你是哪个人来请问一下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武汉人 是上个官是黎芬的 黎 性格不合 因为我这个人不讲道理 但一两个人更不讲道理的 于是两个人就拜拜了 跟实话聊一下 你真的看得很憨厚 也很本分 我真的希望你在老家去找一个 谢谢 九号是你老家的人 跟他聊聊 我们眼里你建不建议啊 有一点建议 有一点建议 那这聊不要去的 那跟老家聊聊 高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 纯净的一个男人 脑筋什么病啊 他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每个人来到人间 他总有他自己的使命的 所以你得发掘出你自己的光芒 继续做你的豆腐也很好啊 你的老婆不就是豆腐稀施 因为你的确这么多年 没有面对过女人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对话 今天也在尝试一下 对对对 也听不清楚 好的话也听不清楚 在心里一方就把讲识完了 就这样 对对 这是高新潮先生 来到了中级选择 开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湖北京市为梦想领航 精彩节目 现在继续 这是高新潮先生 来到了中级选择 开始 中级选择过后舞台上 所有桃花灯都已经熄灭了 来公布一下高新潮的桃花一中人 他就是 五号 刘香莲 五十四岁 小儿推拿尸 年收入五六万左右 有住房 李懿 有一子一女 已经独立 喜欢中医 五号灭灯了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有一次向他表白 去争取的机会 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跟他争取一下 争取一下 可以吧 想争取一下 好的 我觉得我们体还比较有眼睛 我会对你好的 会真心对你的 我那么一天真心不会让你受伤的 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我的一天真心 可以考虑一下吧 五秒钟的时间 供你考虑 五四三二一 我想要的东西 里面有 所以说 对不起 没关系 握个手吧 好 请回 来 来 我们把机会交到现场13号女嘉宾团手上 六位 如果有谁愿意跟高先生牵手的话 请举牌